那你們當夫進去的時候 有覺得就是 貌似看起來特別難相處的團員嗎 選妹先啊 該不會就是這位吧 沒有 因為他真的是 我們這一屆的誰拼什麼進來 然後他就是開始在那邊用手指著山去 喔這個誰喔 那時候甄選怎麼樣 嗯 可能就是奶昔吧 所以他還有先說 不能走心喔 然後我就這樣子 對 還有 好 我不會走 就是他就走爆這樣 對 你們特別喜歡 對 就是他們的工作也不錯 嗯 如果不考慮 大家裡面的關係如何的話 要我選一個地方 我可能會選 黃色的 我的話 我可能會 紅色的那一對 還不錯 的原因是 先紅色 大家好 歡迎收看 姑娘放肆 我是安東 我是Mina 等一下我們是要手要拿什麼 有嗎很可愛 拿個新的道具 我們今天的來當自己家吧 特別邀請到這兩位重量級的嘉賓呢 是來自於我們北部王者 哪一個王啊 我們藍色的同學 兩位都是大物 人氣級的 人氣級 扛把子啦 扛把子 首先是我們繞圈圈的乃馨 耶 哈囉 乃馨 跟我們的扛把子 看不出來年齡才這麼小的痴妹 她的大老師超上 啊 哈哈哈哈 直接不認年齡 亂來 我們的痴妹 嗨 因為剛剛在開錄之前 我們在討論說 欸他們到底是哪一個年次的 就說 都不知 他們是同年 對 我們同年 我們都87 哦沒有沒有 欸 欸 我一直以為就是 痴妹可能會比較年長一些 畢竟我是學姐 哦 長親數耶 長親數 年了年了 第八年嗎 哈哈哈 可是我現在三十歲才第六年 是不是 所以妳這樣才比她年輕啊 可以 理解吧 她可以理解吧 她比她年輕費啊 就是 學姐啊 必須 必須要的 老實說 我大概到第五年的時候 還是差不多她這個樣子 還是這樣 就是進場的 學妹們問我一些問題 然後我就說 嗯 你不要問我 哈哈哈 然後就說 不要問我 沒關係 你那個指頭上那一位 到現在還是這個樣子 哈哈哈 待多久啦 待多久啦 待現在第五年了 哈哈哈 我們還 第五年還行啦 我第五年也長這個樣子 可以的 但是今天妳確認有點久了 大概十五 不然二十 我看見她長大 哈哈哈 真的假的啦 我們傳統問題 好 想問為什麼兩位 當初會想加入 啦啦隊 有什麼氣氈嗎 那個酒院的 我們要聽一點不一樣的 啊 真的沒有不一樣的耶 就不必要改歷史 我那時候是大一的時候 然後我那時候 其實都在跳街舞 對 我是街舞出身這樣 我們那時候 我的街舞老師 就是有得知 欸富邦有在甄選 對 然後他也是富邦的老師 對 他那時候對四妹 然後他那時候就是 有丟資訊到群組裡面 然後有挑一些人 然後希望大家可以來甄選 這樣子 對 所以那時候我就是 就想說 欸很酷耶 就是 我雖然小時候看過棒球 但我根本就不知道 拉拉隊這個職業 對對對 所以在那之前 你不知道有拉拉隊這個東東 不知道 喔真的 不知道 四妹老師也算是我的大貴人 因為我平常是一個 只要這個周圍是沒有我熟悉的人 或是沒有一個我認識的人 我可能就不會去嘗試的一個 不會誇錯的一個 以前我是這樣子的 好來那 來 乃琦呢 乃琦呢 你幾年啊 我2021年底參加甄選 然後2022正式上選 對 2022正式入選 現在第三年 我是菜 對 超菜 對不起我最菜 所以你看跟他比起來 就是會覺得 你 因為我有一個菜味 對 我最有一個菜味 你喜歡嗎 你喜歡 我喜歡 我不喜歡別人小看我 也是分身高 所以乃琦是為什麼會去參加 大學的時候 就有陸入區 再參加一些經紀公司的 甄選 一開始就是 想要走 表演啊 就是這個方面 後來有一點 窮途破路的那種感覺 因為那時候我已經要出社會 對 我發現就有一種 給我最後通締的那種感覺 他說 就是如果真的沒有上 沒有上就 那你就要找一個正式 不要再想這條路了 哇 對 對 然後那時候剛好 我朋友是富邦勇士的球迷 然後他就剛好看到 那個富邦勇士在 甄選那一年 然後就丟給我這個出去 然後想說好 那我就試試看 我覺得我是 奮力勃最終是選上練習生 因為那時候是剛好三個正式 然後跟三個練習生 然後我那時候是剛好 練習生 然後我回家還哭的 就不知道怎麼跟媽媽交代 因為 然後他進去裡面真的很浪費 對 後來就想說就是還是先試試看 然後剛好幸運的還有一個正式的缺額 從練習生裡面再選一個 然後就很幸運的被邱團 謝謝邱團 哇 真的很幸運欸 救了你欸 真的 好連續劇的劇 好感人喔 不然他可能就這輩子已經不會出現在這條路 可能就坐在他 銀行裡面數鈔票 對 數鈔票 對囉 他想問一下 那你們當初進去的時候 有覺得就是 貌似看起來特別難相處的團員嗎 選妹先啊 該不會就是這位吧 沒有 他 因為他真的是 我們這的話可能就是 我看起來高冷一點的可能就是 檸檬了 對啊 對啊 因為他就是比較高冷 檸檬不孝的時候 對 感覺有點 但是 剛剛熟了之後就會發現 他真的 我也很CAM 他很好笑 對很好相處 就跟妮妮一樣 哦 妮妮也是 那妮妮到現在臉還是很兇 哈哈哈哈哈哈 但是我後來因為一個契機 一個小故事就變得跟他很好 我那時候第一年然後剛進來 真的是剛進來幾個月 然後我們那時候是在籃球的休息室 因為檸檬就很喜歡問一些 很犀利的話 很犀利的話 但他的出發點 就是想要讓學妹趕快融入 他常常是在採訪的時候自己這樣講的 很累 他是採訪 哦 哈哈哈哈哈哈 一開始就是問比較親切一點的話題 就是說你一開始最喜歡哪個學姐 覺得哪個學姐最漂亮啊 後來就變成什麼 你覺得哪個學姐長得最像小山 慢慢進階到就是跟你同一屆進來的 誰 憑什麼進來這樣子 然後這一集 我們就會在那邊 好妙啊我啊我啊 這樣子 大家都講自己 我們對著 親親就跟我同一屆進來的 然後就反問檸檬就說 欸那檸檬 學姐你覺得我們這一屆的誰 憑什麼進來 然後他就在 開始在那邊用手指說 刪去吧 哦這個誰哦 那時候徵選怎麼樣 嗯 可能就是奶昔吧 哈哈哈哈 所以他還有先說 不能走心哦 然後我就這樣子 嗯 好我不會走心 因為檸檬蠻粗神經的 他其實也沒有看出來 就是只要別人說沒有 他就可能說 哦那你應該就真的沒事了 這樣 其實他就走爆 哈哈哈哈 休息區剛好有一個小房間 然後跑到裡面爆哭 對 然後重點是我前面沒有參與哦 然後我就是進房間 我要換衣服 然後進去 想說他在那裡 然後我就觀察了一下他 然後他才覺得不對 他應該在哭 然後我就又走出去 然後又拿衛生紙進去 對 然後還把門反鎖這樣 等到他好一點 我才開門讓大家 可能大概知道 真的超好笑的 超好笑好不好 後來有講開吧 我記得後來 當天就講開了 因為他當天就傳訊息給我 他可能想一想回去 他就是寫了一篇小作文給我 這樣子 哈哈哈哈 好想要你閱讀 然後後來 後來我們就 不可能 就是反而變得很好 對 因為這件事情 對 然後還會拿這件事情來說 欸你不要等一下要跑去小房間哭 這樣 不准跑去 就要一直拿上夜雨 對對對 欸你還沒分享 我剛剛他在講的時候 我一直滑手機 我在想說 我們那時候進去到底有誰 我覺得老大 就我們現在的經濟 Grease看起來是蠻兇的 就是他說話的氣勢會嚇到我 哦哦哦哦哦 日食之中還是 哈哈哈哈 到現在 今天也是 那個時候比較沒辦法接觸的 應該是星星吧 他跟 他講話是不是也很直啊 對 而且比檸檬還要直 對 就是直到我會覺得說 哦 你有不要這樣嗎 或是說 哦大家都這樣嗎 我那時候進去最害怕的一件事情 就是害怕 就是女孩子之間的 差處不合 對對對對對 哈哈哈哈 我那天內進去 我也是覺得 我皮很緊 哈哈哈哈 每天的那個 腦壓頓 欸 常外有人舉手 常外有人舉手 他想知道 他想說什麼 下一集 哈哈哈哈 我覺得我們是越來越好 不合適的就會走 髒 對 對對對對 何適合就繼續留 慶幸的是 其實那時候大家 也沒有使用心機這個部分 只是 言語比較直接 對對對 或是剛好有一些誤會這樣 還好你不是那時候進去 對我可能會 需要兩個小房間 哦 你那時候絕對不要進來 真的 因為我們那時候很嚴 然後 師妹老師管超嚴 第一年大家都是 很努力的在練舞 對 然後老師就會 每一個拔每一個拔 都會跳的 非常之細 想說今天我們四個呢 跳了一次 然後他發現說 欸我可能跳不太好 就會叫我現場再一次 然後要自己數 然後有的時候 有在數的時候 然後那個嘴角都會發抖 因為你之前也是這個 我有這樣 啊 有嗎 有 有 你們腳沒有踢到屁股 手在90度 不是在這邊 是在這邊 過頭過頭 沒有過頭 所以我們那時候才 說你們真的很幸福 有有 幸福的原因是這樣 那對於圈正有一段時間 大家是不是很走樣 好像就會有一段時間 特別的演技 對 像大家是真的是標準 真的 大家都是專業是吧 我是不知道 因為那時候我們是第一年 他們就是可能 就希望我們 就可能是這樣的規矩 對 就不可能一開始就那麼迷爛 對 有個國版 就連我是這個專長的 我就也被罵過 哈哈 我現在在報四秒針的料理 難免啊 沒有啊 總比有一些老師 是教一教 你們迷你跳很爛 他也不管 可以很棒 可以很棒 可以 那你們覺得 你們有什麼特色 你們可以 我覺得我們 大家 都很不一樣 對 每個人都是蠻獨特的 自己 但是組在一起 又不會覺得 就是很奇怪 氣質是有在一個評語上 自己私底下的才藝都很多 每個人都有各種不同的特技 所以我們之前 前陣子也辦了一個演唱會 然後我們就在上面 自己或者是跟其他人一起的 的一個才藝表演 或者是歌唱表演 然後就有一點像 女團 那我覺得成果出來是值得 講到這個演唱會 我真的覺得 你們很 厲害 又很屌 因為你又這種東西 真的是很麻煩耶 光想到就覺得 放棄 沒有 不可能我老闆在這邊 直接講放棄吧 哈哈哈哈 還是我們一起辦 哈哈哈哈 幫我們爭取要辦 這個 大型演唱會的人 嗯 已經擊敗了 哈哈哈哈 就麻煩你了 哈哈哈哈 有上網想去哪一隊嗎 也不要說上網 就哪一隊 你們很喜歡 對 就是誒 他們的風格也不錯 嗯 如果不考慮 大家裡面的關係如何的話 要我選一個地方 我可能會選 黃色的 但我會選的原因 跟那邊可能沒什麼關係 可能是因為我有一對 很好的夫妻朋友 他們在那裡 他們在 他們住台中 對對對 我其實 近期都會花很多時間 就是 下去台中找他們 然後他們都會開玩笑說 誒 你幹嘛不來這一隊 這樣我們當然就近一點 他們說 如果你以後就是真的 真的可能想翻過來的話 我們就留一個空房給你 然後看你還想繼續跳的話 你看你有沒有要轉隊 這樣 接下來 接著問就說 那 真的沒有別隊來邀約過你 No 哦 哦 有啊 哦 有人找的時候 我是有直接跟我們經紀人說 對 然後他幫我在旁邊 誒你看 這樣 哦 誒你看 我個性也是滿直的 然後我那時候沒有想那麼多 我就說 為什麼他會有很多方式 然後我們經紀人看到就很生氣 這樣 然後他就說 我要去跟他們說 怎麼可以這樣子 什麼什麼的 這樣 後來有再被找第二次 同一個 邀約的人嗎 我就留個問號 讓你們自己去想 啊 對對對 就 對啊 我就沒有想 找不到一個我離開的原因 哦 對對對 這個人就是 而且你是台北人嗎 台北人 不是 我桃園 我住桃園 啊有啦 桃園有被猜到 啊 對啦 對啦 有被猜到 是不是桃園 對 對啦 妳要再問哪一隻啦 誰叫哪一隻啦 所以我說那個 他在轉移話題 我的話 我可能會 紅色那一對 還不錯 的原因是 先紅色 他固實一點 我喜歡他們的休息室 哦 環境啦 因為那個化妝鏡還有針 真的太漂亮 對對對 他們的風格還蠻舒服 我是整個蠻幸福 然後我每次看他們的影片 我想說哇塞 他們的那個 化妝室是真的很漂亮 很像巨星 不好意思 我好像有點 不會啊 很膚淺 很膚淺 對我有點膚淺 為了休息室 為了休息室 就可以去 哈哈哈哈 沒有東西 就是台南 就是台南 我唯一說我們永遠 挖不到他們啊 我們不是 刻苦 不是在準備中嗎 對 有新的 就是一直在準備啊 我們會期待啊 從我今天也準備 還在準備啊 我們就 等你們準備完 我們就看到我們的奶昔 會不會想轉去你們奶昔 還是我們下次邀請你來開箱 可以嗎 可以嗎